嗨各位藝店好朋友大家早安 那今天起床門打開之後 就看到我們庭院的菠蘿蜜呢 已經開了今年的第一顆母花 第一朵母花就是鏡頭前面的這一顆 那這個讓我想起之前有好朋友在問 如何判別菠蘿蜜的公花和母花 那我們就趁今天呢來做一個補充的介紹 那鏡頭前面這一顆呢是母花 那菠蘿蜜呢一般跟劉蘿蜜一樣 一般果樹種下去之後 它樹體慢慢成熟之後 第一年開花的通常全部都是公花 而且公花開的位置呢 是都會開在枝燒或者是 枝幹也會有比較少 很多的枝燒我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種小的枝燒 這個是公花 這邊長好多鴨蟲 然後或者是一樣 那個 母花之前的一個公花 很多或者是一些 樹比較末端 那邊有沒有看到 比較末端這邊 這個也都是屬於公花 它到處開 公花的位置 它到處開沒有固定的位置 但是母花呢通常會開在枝幹 枝幹上 枝幹上或者比較 主幹或枝幹 主幹或枝幹 像這個是主幹 主幹它 發一個芽出來之後 然後開了母花 那公花和母花 特色就是公花開完之後 開完之後 不久 它 花藥 會跑出來 那花藥跑出來的時候 這個是公花 然後它會在上面 我找看有沒有剛好有花藥 目前沒有 它上面會出現 黃黃的一點一點一點 那是花藥 那花藥的話 藉由一些叢眉 它會把它帶過來母花 母花這邊 那母花這邊 母花這裡 有一點點有沒有看到 這一點點 一點點突出來 一點點那個東西 那個就是它的受粉器 它花藥如果 沾黏到這邊 或者這邊開 這邊就是它們在受粉的地方 受粉完之後 它 長出來的果實裡面 以後長出來裡面 就會有種子 那如果還有果肉 那如果受粉不良的 它形狀 長出來的形狀 它會歪七扭八 裡面果肉 果包也不多 所以受粉 對菠蘿蜜來講 還蠻重要的 那再來呢 要判別公花跟母花 像我先介紹母花好了 母花一般要出現之前 它會前端 這個會很大 那外面這個就是包葉 這包葉比較大 那包葉比較大之後 之後掉掉之後 就出現一個母花 那像這邊的話 再出來 這邊還會有母花 因為包葉還很大 那母花的這個 果梗這邊 果餅這邊 比較粗 粗很多 那公花這邊 就比較細 細很多 那表皮的部分 母花表皮比較粗糙 那顆粒比較粗 那公花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公花的部分 它就比較細 比較平滑 比較細 那果實 除了果餅 果梗這邊很細 之外 果實也比較細長 有沒有 那表皮也比較細 那 等它成熟之後 就是準備要掉落之後 它看起來像海綿一樣 那大部分 它會先 從一個地方 你看 大部分呢 它會遭受果蠅 或有一些 蟲梅的一個 吸取它的枝葉 然後吸取的地方 它會開始腐爛 然後你看一下 前面有 上面有很多的 小的昆蟲 有沒有看到 那小的昆蟲 然後它會開始吸它的枝葉 然後 被吸的地方 我看一下 我看到一隻 一顆果 一隻果蠅 在對面 跑掉了 它被吸的地方 它就開始腐爛 腐爛之後 開始長霉 發霉 白色的霉 然後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的 拓開來 最後呢 它會變成這副模樣 有沒有看到 變成整顆黑 黑的很徹底 有沒有 然後上面也都是 發霉的狀況 然後變黑 然後變黑 之後 它之後 它會從這邊 掉落 會從這邊 它不會從這裡 會從這邊掉落 這叫公花 公花它掉落之後 就已經完成它的任務了 因為它已經 完成它受粉的任務 所以會掉 那母花呢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長大 慢慢長大 慢慢長大 這公花跟母花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朋友 一開始還沒種過 玻璃蜜或琉璃蜜 的時候 它 種了之後 那樹體慢慢的成熟 那也開始萊花 那萊花之後 它看到 它的玻璃蜜開花 就很開心 哇很開心很開心 結果呢 沒多久 全部掉光了 它以為它種到的是一顆 公樹 公的只開公花 但其實 菠蘿蜜跟琉璃蜜呢 它是 公花跟母花 是在同一個樹體上面 開的 只是說 它在進入真正 產果之前 會有一兩年的時間 甚至兩三年 全部都會開公花 之後才會慢慢 帶出母花來 所以我們 當看到它開始開花 有看到這種 大包葉的時候 這種就有機會來母花了 這是菠蘿蜜跟公花 跟母花的一個判別 來再看一下 你的菠蘿蜜 你的菠蘿蜜 你的菠蘿蜜或琉璃蜜 你開花如果是這個樣子的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 果餅這邊很細 那表面比較光滑 那果實比較細長 那表面光滑 果餅很細 這個就是公花 所以不用開心的太早 像這邊也是 這也是公花 有沒有看到公花 但是上面的包葉蠻大的 未來這上面 應該是會開母花 會開母花 這邊也是喔 你看 每一個 每一個母花來之前 都會有公花 都會有公花 你看 那前面這個包葉蠻大的 未來它慢慢長大 這邊我想也會 也會開母花 那這邊也是 慢慢它會長大 所以這就公花 跟母花的 光是外表上 還有它特色上 就不一樣的地方 那 跟各位再補充介紹一下 來你看一下這裡 看不到 好 對焦不好對 我就直接用口頭 跟各位講 這地方是之前呢 我幫這顆菠蘿蜜 做了一個橋接 橋接了一個榴槤蜜 那有些橋接有些又切接 結果全部都失敗了 唯一留下這個橋接的 這個接穗還是綠色的 而且 今天看起來它的牙點 有一點點出來 有一點點牙點跑出來 所以我想這一隻喔 這個 橋接應該會成功 那你看上面 上面這邊 原來的菠蘿蜜也在冒牙 所以這個 除了要抹除之外 我等一下應該會 從這邊把它剪掉 剪掉之後 讓它的營養 直接從這邊過來 讓這邊強迫它 從這邊發芽 不然它這邊又開始發芽之後呢 到搶走它的養分 這是我 嫁接了好久了喔 那現在才看到它 有一點點開始在冒牙 所以有時候嫁接 它如果還是綠色的 你就把它留著 但是已經變黑了 你就把它剪掉 像這邊就是之前 架接已經變黑掉 我又把它剪掉 OK 這是稍微一下 補充一下 菠蘿蜜的公花跟母花 然後還 穿插介紹一下 我之前做一個橋接 好 今天早上一個分享呢 就到這邊 你如果有種菠蘿蜜 或榴槤蜜 那要判斷它的公母花的話 那就 可以網路上稍微搜尋一下 或者看這支影片 它花的外觀特色 外觀特色 你一般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判斷的出來 那母花 我們再看一下 近距離看一下母花 母花它表面比較粗糙 表面比較粗糙 果餅這邊 比較粗 而且粗很多 那公花的部分 比較細 比較細 然後它的 表皮比較平滑 比較平滑 細長 OK 那就這樣介紹 簡單的介紹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個老手應該 不用再看了 這部影片就直接跳過 那如果是新手的話 要判斷的話 那就請你參考一下 好就這樣子 拜拜